來餐廳有可愛的貓咪陪伴你 但是若出現對詐關係的話 就需要這展演證 否則會吃上罰單 貓咪已經不稀奇了 一旁還有胡蒙陪你 不過之前被預言踢爆 這裡還有大嘴鳥餵食秀 在北市動物處機察發現 確實以水果盤販賣接觸 違反動保法採除五萬元 我們現在是沒有這個部分 那我們主要帶客人出去 跟他們其實是站在同一個空間 那你要說互動嗎 其實就是看寵物自己的意願 實際到店家的確沒有這體驗 不過議員認為這動作太慢了 資料看是賣什麼用途 它是帶回家吃 我誰會把鳥的資料帶回家吃啊 五月質詢四個月後才有作為 尤其當初動保處的回應 更讓議員當場超傻眼 動保處其實對於動物的照顧 其實是非常不積極的 台北市要去處理 這樣的一個狀況 如果說不能讓他申請展演許可的話 那你要如何去列管這些餐廳 因為動保法明確規範 任何人不得以動物進行轉眼 得拿到許可證才可以 這讓業者很傷腦筋 不是不想申請 是因為這規定等於在台北市的餐廳 沒有條件能夠提出 議員就呼籲因寵源頭管理 尤其動保處列管90到100家的寵物餐廳 只是若是店家自己養的寵物 民眾主動餵食是否有犯法 意思就是要稽查或是檢舉才會知道 這法律灰色地帶怎麼做 真的很尷尬 TV北京五九有年宣 台北常報到